另外首相拿杜斯里安华也在东盟日本纪念峰会上 谈到纷扰多年还涉及多个周边国家的南中国海争议 安华希望可以依照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则化解争议 谈到核武器我国更担心这是危害全人类的隐患 首相认为如今全球事态多变 东盟和日本更应该携手应对各项严峻挑战 而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合作以及多项有利措施 一再凸显了双方维护区域和谐的决心 感谢观看